耶利米书第24章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把犹大王约亚金的儿子耶格尼亚和犹大的重领袖 工匠与铁匠从耶路撒冷卢到巴比伦去 这事以后,耶和华使我看见在耶和华的殿前面摆着两筐无花果 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像出熟的无花果 另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到不能吃 于是耶和华问我,耶利米亚,你看见什么? 我回答,我看见无花果 那些好的无花果极好,坏的却极坏,坏到不能吃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方到迦勒底人之地去的 我必看他们如同这些好的无花果一样,眷顾他们 我必关注他们,眷顾他们,令他们归回这地 我必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我必栽植他们,必不拔除 我必赐给他们一颗认识我的心,知道我就是耶和华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亲自做他们的神 因为他们必一心归向我 但耶和华这样说 我怎样处置那些坏到不能吃的坏无花果 我也必照样对待犹大王西迪迦 他的众领袖和耶路撒冷的渔民 不论是余圣在这地的,或是住在埃及地的 我必使他们成为地上万国所惊恐所讨厌的 在我感受他们到的各地方 成为被人羞辱、讥笑、嘲弄、咒诅的对象 我必打发刀剑、饥荒、瘟疫去攻击他们 直到他们从我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的土地上都消灭了